现在多送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国务院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同40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佳节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一派庄重热烈祥和景象 晚上六时许伴随着欢快的迎宾曲 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大厅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同志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 致以节日的祝贺 向港澳同胞 台湾同胞 和海外乔跑 致以亲切的问候 想出席招待会的各国朋友 和所有关心支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友人 表示诚挚的感谢 温家宝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创造着共和国的历史 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艰苦创业 中华大地发生了沧桑巨变 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极大增强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社会文明程度大幅提升 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波兰壮阔的历史变迁 翻天覆地的社会进步 激励着每一个中华儿女 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盛和欣欣向荣而倍感自豪 温家宝说 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成功探索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繁荣和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旗帜 六十年的辉煌成就归功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归功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归功于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温家宝指出 六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改革开放为动力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必须通过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 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使整个国家充满活力 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坚持依法治国 实现国家常治久安 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密切党和政府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温家宝说 今年以来 世界经济经受着上世纪大萧条以来 最为严峻的挑战 我国经济也遭受巨大冲击 我们坚定信心 从容应对 即使果断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 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势头 我们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 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并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复苏 做出贡献 温家宝强调 国家的安定 民族的团结 社会的和谐 是各项事业健康发展的可靠保证 我们要坚定不移的维护社会稳定 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坚定不移的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温家宝说 我们要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同台湾同胞一道 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我国将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始终不渝的走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温家宝指出 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再过四十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 到那时 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将威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我们前面的道路还很长 也不会平坦 我们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增强忧患意识 居安思危 历经图治 展望未来 我们清醒 自信 坚定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万众一心 开拓进取 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 中外朋友频频举杯 共庆新中国六十华诞 共祝中国更加繁荣富强 招待会由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主持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 王刚 王乐泉 王兆国 王岐山 回良玉 刘琦 刘云山 刘延东 李源潮 汪洋 张高丽 张德江 于正生 徐才厚 郭伯雄 薄熙来 李鹏 李瑞环 宋平 魏剑行 李兰青 曾庆红 吴关正 罗干 何勇 令计划等 杀红 杀红 杀红